B链核在大家好 我是Michael 售价结束了 终于回到我的工作室 但是近期还是会有一些 就是出差的工作要安排 有很多我认为非常优质的项目 我要认真的去考察和项目方聊 和技术团队聊 和他的整个运营团队去聊 等时机成熟的时候 我会面向大家去推出 谢谢大家一直在油管上面 在我们公众号上面 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么要再次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油管的会员频道开通了 只要很少的费用 就可以每天收到我们对于大盘的分析 对于小币种的推荐 那么我也会争取 每天都会发一条会员专享的视频 把我这些年来总结的这些经验 用很简短的话 用方法论的方式 告诉大家怎么在币圈当中 去避免入坑 用最短的方式 最快的方法来实现我们的小目标 好不好 好 今天我想来聊一下资本利得税 因为前段时间美国政府推出的资本利得税 被认为是导致这轮币价下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资本利得税 美国是怎么来规定的 我来分析一下就是全球各个国家 一些金融比较开放 资本比较自由的国家 他们对于加密数字资产 是如何来在税收上进行定义的 以此来反对一下 如果我们国家实行税收的监管的时候 我们会朝哪个方向走 我想这样的探讨会比较有意义 好 好的 美国前段时间推出来的资本利得税 到底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针对币圈来的 为此我直接询问了 我在美国的一位好朋友 一位非常资深的律师和税筹的专家 叫做Joe Joe明确告诉我说 其实在美国目前没有一项税收 叫做比特币税 或者叫加密资产税 原因是什么 因为是在2014年的时候 美国联邦政府就已经把比特币 等一系列的加密资产定义为财产 所以说和财产相关的税收 都可以用在加密数字资产 或者是比特币的交易上 所以这一回出台 或者说调整的资本利得税的税率 就影响到了比特币持有人 或者比特币交易人 在交易过程当中 对于收益部分 所要进行缴纳的税收的比例 那么根据美国国税局的文件指出 现在国税局说就联邦税收而言 虚拟货币被视为财产 适用于财产交易的一般税收原则 那么也适用于虚拟货币交易的一般原则 实际上就意味着说 并没有一项专属的法律是针对币圈 或者说针对数字货币比特币交易来的 那么这一项税收的税率 美国是怎么来规定的呢 它分为长期税率和短期税率 就是说根据持有人的持有时间不同 你的税率也会有差别 那么持有时间是怎么来确定的呢 在美国的税法当中 是以一年期作为这个核定 如果你在一年期持有的时间之内 交易所产生的收益 就要收取非常高额资本利的税 但是如果你持有的时间在一年以上 你的税收可以降低很大部分的比例 好 一年期我们来看这张图表 就能够看出一个大概来 那么从这个图表当中来看 短期的资本利的税 它分为单身 已婚 还有资产的持有者 所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人性化的 按照你的生活压力 你的税收承担的比例也会不一样 好 我们看中间这部分 就是如果是已婚人士 你是家庭的已经成立家庭的持有人 你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内 如果你在资本利得税方面 比如说你买了比特币或者加密资产 有了利润之后怎么来收的这个税收 起点就是10% 最高是37% 大家可以看到起征点就是0到19,900美元 这是对于家庭成员 你要承担这个税率 在这个区间之内的利润 你要交10% 往后每增加一点会12%到22%的递增 大家可以看到12%到22%一下涨了10% 但它的起增点是多少 是这个从8万美元到17万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跨越 也就是说从19,000到8万美元 这是一个阶段 8万美元到17万美元 这就跨越到了税收涨了10%的一个阶段 再往后看大家可以看到 从24%的税率一下跃升到了32% 那么它的收入阶段是多少呢 是17万美元到32万美元 所以从这个税表上面 大家大概就能看出来 这个19,000 8万和32万 这是税法当中规定的 三个大的税收跃升的一个阶段 所以如果说你不到 你持有不到一年的加密资产 你要按照这个税表的收益 来兑现你的税收的比例 这是短期之内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长期的 如果你持有在一年以上 那么你的税收就会大大的减少 起征点是0 大家看如果你持有一年以上 如果你的收益在80,800美元以内 税收是0 也就是说为什么说有的holder 它的税收是降低的 再往后下一个税率是88,000到50万美元 那么是申收15% 那50万美元以上的是收20% 所以从这个税收 这个资本利得税的新的税法当中 我们可以反推一点 比如说特斯拉 比如说MecroStrategy 比如说灰度这样的机构 你持有的比特币 至少要在一年以上 你能省出了多少税收 百分之大概17% 37%到20% 我们减一下差额是17% 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像这些大机构 如果你在一年之内敢抛售你的财产 在你收益的部分要多缴17%的税收 这对于机构来讲 它算得过这笔账来 那可不可以反对来说 至少这轮牛市 这轮机构牛市至少还有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好 那么这是收益的部分 你是赚钱了你要上税 如果我投资亏了我有损失了 我投资加密资产亏损了 那怎么办 根据现在资本利的税 美国的规定是说 你每年可以有3000美元的抵扣额 假设说你今年投资亏损了3000美元的加密资产 好 那么可以从你的整个上税的比例当中 扣掉3000美元之后 再剩余的部分再去交税 如果亏损超过3000怎么办 比如说我今年投资加密资产 卖比特币卖亏了亏了 6000块钱 那么今年可以扣掉3000 到第二年可以再扣3000 就是每年可以扣3000 如果说你到明年你有盈利了 比如说你赚了1万块钱 那么可以用1万减掉去年 你没有扣出的3000美元 那么就7000美元的标的 去上资本利的税 那么哪些情况是需要交税的 也就是说你在买进或者是卖出比特币的时候 只要产生盈利 或者说用比特币作为支付手段 去购买资产的同时 也需要交纳资本利的税 另外在2014年美国政府也规定 就算这条链分叉了 你的币变成了另外新的币种 也要根据你的资产的持有数量 来交纳资本利的税 所以分叉也避不了税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可以避税的 什么情况呢 就是你长期持有比特币 只要你不用它做交易 不用它转账 不用它变现 你持有它是不用上税的 另外就是从一个交易所提到另外一个交易所 从这个钱包转到另外一个钱包 也不需要上税 好 问题就出来了 咱不是说比特币匿名吗 交易不可追踪吗 怎么来恒定这个税收呢 这确确实实是给比特币 或者说给加密资产增税的时候 必须要面临非常头疼的问题 大多数时候是按照货币持有人的自觉性 去主动申报纳税的 那么现在有一款软件叫做Coin Tracking 这个软件就可以帮助美国公民 轻松的导入你的钱包的交易轨迹 然后有专门的人来帮你计算 你什么部分 转账的部分是不需要上税的 如果你有变形的部分 那么他来帮你计算 这个税收大概会是多少 那么来降低纳税人的负担 因为在美国上税 是非常就是光荣的一件事情 它是你的义务 同时你也会因为你上的税 让你拥有更多的这种社会上面的投票权 或者是你的权利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 税收是我们的义务 同时我们也会因为这项义务 而拥有对等的权利 这个是每一个公民都要记住的一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其他国家对于比特币 或者是加密资产的税收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首先我们来看葡萄牙 葡萄牙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对于比特币或者是加密资产 在个人的销售或者是盈利的部分 完全免除所有的个人收益税收 或者是资本利得税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是企业行为 企业在买卖或者说 在交易数字货币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有盈利 那么企业要对等的上相应的增值税 或者是资本利得税 好 来看德国 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 德国也是有明文规定的 如果你持有加密资产 在12个月以上一年以上 不管你盈利多少 都免收个人的资本利得税 或者是个人的所得税 但是如果说你在一年以下 那么在600欧元以内的交易 也是免税的 持有不到一年600元以上的部分 要交纳资本利得税 好 来看看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也规定 就是说现在为止的话 在涉及到数字资产 和加密货币交易的时候 马来西亚不收个人所得税 和相应的这种交易的税款 好 来看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在2018年的时候 出台了一项法律规定 说个人或者是企业 注意个人和企业 在以任何方式处理数字资产 金融的时候 至少在2023年之前 免除任何形式的税收 另外一个国家 叫做斯洛文尼亚 它规定不管是公司 或者是个人 持有加密数字资产 并且获得盈利的时候 都不需要增收任何的资本利得税 但是无论哪种货币 都要缴纳相应的所得税 这是斯洛文尼亚的规定 下面来看马尔他 为什么要讲马尔他 是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境外的这种交易所 大部分都注册在像马尔他 像开曼群岛这样一些 离岸的一些地方 马尔他属于区块链岛 它的昵称就走的区块链岛 所以对于区块链的产业来讲 是非常的完善的 各种的法律法规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全的 马尔他 他不对长期持有数字货币的 这个人或者是企业进行征税 无论是为了资本还是增值税 还是资本利得税都不收 但是当天内执行的密码交易 被视为类似于股票 或者是外汇的这种交易 要征收35%以上的税率 作为这个商业的税收 也就是说如果你当天买卖 这个比特币当天持有当天卖出 那么就要收35%以上的 这个资本利得税和你的收益所得税 好 再来看看瑞士 瑞士一直都是欧洲的金融避风港 那么瑞士规定为了个人利益买卖 或者持有加密货币的人士 都不需要对自己的资本收益部分缴税 但是采矿收入必须要缴纳这个所得税 有专业的这个人士进行可图的密码交易 需要缴纳公司税 而且以比特币支付的工资 必须申报 以作为这个所得税之用 如果说你用比特币去发工资 那么在瑞士是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 其实对比特币征税对加密资产征税 我觉得有好有坏 好的一方面来说就是你不征税 怎么确定它的合法地位呢 如果它不合法你征税来做什么呢 如果你把它当做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保护费来讲 是不是就可以确定它这个资产的合法身份了呢 所以说收税有助于提高比特币的这种公众的这种形象 降低它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力 那么坏的一方面呢 就是会让所有持有比特币的人的成本开始增加 那如果你持有不到一年 那么你在交易的时候要交这个所得税 如果超过一年就要交一些资本利得税 那么这会让大家的这个持有的成本会快速的增加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中国还没有在探讨说在加密资产 或者说比特币的这个盈利部分 来进行这个税收的这种征收 如果说当有一天在讨论这个法律的时候 那么有一个前提就是说 有大量的人开始持有这个加密资产 或者说比特币资产了 那么那个时候对于早期的这种投资人来讲 是不是好事一见呢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分析的 这个关于比特币税收的一个问题 如果你觉得我们节目有意思有价值 请你点赞转发 或者是评论我们的频道 最后再次感谢大家加入我们会油管的会员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再见